哈喽 各位好 这里是车业杂谈 我是刘浪 今天我们又来拍摄了 不过在拍摄之前我们先说个题外话 那我个人也算是一个滑粉 因为我的手机 电脑 还有我们的手表 其实都是华为的 那最近华为也是有一个大新闻 就是开始内测我们的华为鸿蒙4.0系统了 那其实在车圈也有一个关于华为的大新闻 就是阿维塔11开始推送它的鸿蒙座舱了 那它的鸿蒙座舱体验怎么样呢 今天我们就来实际的感受一下 鸿蒙座舱为这台阿维塔11带来最大的改变呢 应该还是它的车机系统 以前是阿维塔自研的一套车机 现在是用到了华为的鸿蒙车机 相比于以前这套车机 它其实在UI界面上就有很大的变化 那以前我们知道这一块是一个地图打底的 左侧呢是有一些功能集成的一个区域啊 是这样的UI设计 现在呢它的这一套屏幕啊 其实更像是我们的一些平板或者是手机的界面了啊 那我们也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啊 最主体呢就是它的这一套背景啊 我们可以自行的切换啊 可以看到呢 切换过程中也是比较顺手的啊 整体的这种切换流畅度啊 相当的不错 然后呢下方啊 是它的这个Dock菜单栏 然后最下方呢是我们的一些空调的控制区域啊 包括我们的座椅呢也是在这个地方进行控制的啊 就是一些车辆比较常用的一些硬件啊 当然它也很像我们的手机啊 下滑呢也可以拉出我们的一些菜单啊常用的东西啊 那对于这一点呢我个人感觉啊 它用起来还是比较的不错的比较的顺手 可以这样说啊 只要是我们智能手机的用户啊 使用它呢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的上手门槛上手难度的啊 操作起来呢 我觉得还是比较的简单比较的清楚 那说完这些呢相信大家会有一个感觉啊 就是这套鸿蒙车机它和问剑那套车机啊是一样的啊 没错呢因为它们都是来自华为鸿蒙嘛 所以呢底层逻辑啊整个的车机呢也就是同一个东西 不过呢这套车机相比于问剑呢还多了一个功能啊 因为阿维塔多了一个副驾屏嘛 所以呢这一套鸿蒙呢它多了一个三指飞屏的功能 我们可以在啊中控屏上啊把我们想看的一些视频啊 直接给转移到副驾上去啊 另外呢鸿蒙的车机和其他品牌的这个车机 还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它的这个应用程序 或者说是应用软件啊是非常的多的啊 我们可以看到它整体的这一个啊 目前搭载的这个软件啊已经安装软件有很多 而且呢我们后续呢也可以从啊这个华为的应用市场来进行下载 可以说啊主流的软件或者是手机上我们能够找的软件呢 其实在车机上啊也都有一定程度的覆盖了 那其实这一点呢也在很大程度上啊提升了我们的车机的使用体验 当然啊对于阿维塔的这套鸿蒙的车机系统呢 我个人感觉最核心的两个体验的优势呢 就是它的车机和手机的互联 以及它车机和我们家用智能电器的这个互联啊这两个方面 首先呢我们来说一下手机和车机的互联啊 在这个板块呢我觉得有一个功能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啊 就是我们的手机它可以实现和我们车机的这样一个投屏啊 在我们手机下拉这个菜单里边啊就可以有一个无线投屏的功能 然后它就可以查找链接阿维塔这个车机系统 那在链接上之后呢我们车机和手机啊其实就可以协同操作了 比如说我们打开一个视频软件啊可以看到他们都可以啊 进行一个互联 那比如说啊我们现在播放一个视频 然后呢在播放的过程中呢其实我们还可以啊进行一个单独投屏的操作 那在这个情况下呢我的手机可以进行其他的这些操作啊 但是呢我们车机还在播放我们继续想看的视频 那这个功能呢我觉得还是比较的不错的啊 对于我们这种在车上观看一些我们想看的娱乐视频啊这种体验啊 我觉得是有一定提升的 当然啊那除了这个以外呢 其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是我们的这一套投屏功能呢 它是没有我们上边啊手机的这一个通知栏区域的 这是因为我们打开了它的这个隐私模式啊 就是可以保护一下我们这个突然进行了一个弹窗啊这些东西啊 对于我们车主的这种隐私保护东西呢还是比较不错的啊 当然我们再看下面啊它有一个电脑模式的功能 这个功能其实也是比较实用的啊打开之后呢我们的这个手机啊就变成了一个啊像我们啊 比基本电脑的触控板一样啊它可以在上面啊进行操作我们的这个啊车机大屏啊 比如说我们要打开它的这个一些软件啊就可以在上面进行操作了啊 当然我个人认为呢这个功能最大的一个用处呢就是还是在它的啊 WPS啊Word的这些功能上面啊在这个车机上啊我们也可以处理一些啊文档的这些东西啊处理一些工作啊这点呢其实也算是它啊一个比较有心意的地方 那以上呢就是我们手机的投屏的一些功能啊当然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手机和车机的互联呢还有一些我个人认为在体验上有所优化的东西啊 比如说我们手机在进行一个什么呃导航或者说是听音乐啊然后从外面进入我们车内的情况下呢啊这个时候呢我们车机也可以识别到啊我们正在进行的一些啊项目 比如说啊它就可以把音乐直接切换到我们车机里面来进行播放啊比如说我们导航啊也可以在手机和车机上进行一个啊无缝的这种转换啊包括说像我们下车的时候啊导航还没有结束啊我们还需要步行导航的情况下呢啊下车之后呢手机上啊也会有一个提示啊就是我们继续导航啊这种体验呢我觉得是一个更加智能化的一个体验了对于我们日常出行的这种 便捷性呢是有一定的提升的当然啊除了手机以外呢其实我们这条车机还可以和我们的家用智能电器进行互联啊那比如说呢我们下滑之后呢可以看到呢它有一个智慧生活的选项呢这个其实是和我们华为手机上的这个智慧生活的功能是一样的啊可以进行一些电器的绑定啊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编辑啊在这个地方啊找到我们可以添加的智能设备啊可以看到它现在支持的东西呢已经有很多了啊当然啊我个人觉得呢这些东西对于我们日常的生活呢还是有很多了啊 有一定的帮助的啊比如说我们在回家的过程中啊就通过车机啊控制我们家里的空调打开啊或者控制我们的电饭包进行加热啊那这样一来呢就能够让我们尽早的体验到一个凉爽的空间或者是吃到一顿饱饭我觉得这些体验呢还是比较的不错的那总的来说呢我个人感觉啊这次RVT11在推送了这个鸿蒙座舱之后呢它的整体的用车体验啊特别是我们舒适性啊科技性的一些体验呢会有一个明显的提升啊对于我们 RVT11用户来说呢这种用车体验呢我觉得啊是更加的优秀了当然对于RVT11这台车它本身的产品力而言呢也是有一个质的飞跃的啊这点呢我觉得算是一个正向的优化而且是比较大的那种优化啊那客观来说呢其实在推送了这一个鸿蒙座舱之后啊RVT11这台车对于我个人的吸引力呢是更大了而且呢我也可以这样说啊就是对于我们华为生产的用户或者说是一些对于科技比较热衷的这些科技圈的朋友来说呢 这一套RVT11应该是他们在车辆方面啊比较好的一个选择了